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14日 这是今天第三场读报点评节目,来接着谈一谈邓玉文的文章 其中第一部分给大家介绍完了,再介绍一下第二部分 讲到火箭军还有青钢事件伤害了西的权威 如果说讲习近平以前有点权威的话 通过火箭军事件和青钢事件已经荡然无存了 最近的青钢事件和火箭军机体领导的一股端传闻证明,亲信也不可靠 你看当年毛泽东也是一样亲自挑选的接外人士林彪 林彪都写进党章了,伟大领袖毛旗万岁,毛旗的革命战友 林彪副主席,万寿无将,不是万寿无将,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毛泽东是万寿无将,他的身体健康,最后怎么样? 没有一个无将的,一个是摔死了,一个是病死了 死是必然的,活是相对的,对吧? 这篇文章讲,如果说青钢事件贵为外交部长和国务员 可是只是一个文职官员,对他够不成威胁 火箭军的御超上将那帮军头,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他够成威胁 所以青钢事件不论基于何种原因被罢,他对西的伤害是软性的 但反过来讲,青钢没有按照西的要求去改造 和纯洁自己的思想世界观一直出现了问题 从权力角度来看,也就是没有紧跟他,对他权威是一个伤害 也就是邓宇文认为,青钢下台是因为没有紧跟他 我看恐怕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相比青钢,那么火箭军司令李玉超情况不同 他不论是贪腐还是设儿子的设命案,对西的伤害更大 但现在海外有的媒体披露说是,李玉超没有儿子 可能这传闻不一定准确啊 对西的威胁更大,这种威胁既有软性的一面,有物理的一面 李或许对西并非不忠,然而假如他爱财,这种可能性更大 他的意思是说,李玉超这些人,军头们是探钱,进这设备拿回扣 这个在部队是普遍的,你想医院里面抓这么多院长,为什么抓? 那不就是回扣吗?强防子弹更是这样 你买航母也是一样,买军舰,买飞机,都是有回扣的退用 退用,直接退用美元放在美国了 要不怎么李玉超这个李尚福被制裁啊,是吧 你要没有钱都能制裁你啊,你要是零能制裁嘛,是不是啊 这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这篇文章讲啊 西把火箭军这么重要的职务交给他 原本指望他能够看管和发展好这个重要军种 他只想在这个岗面上捞钱,或者一直在捞钱一切 又会有多少人用于心思,在火箭军介绍 这是对西软性伤害的一面 他物理伤害的一面呢,不排除李一旦发掘东康事发 他会采取某种极端手段自保,从而肢解和间接威胁到西 他是想,是护着自己那个腐败的蛛丝马迹,要反扑 所以林彪和毛曾是生死之交,两人关系远非,离习关系可比啊 可当人的利益,两人的利益冲突的时候,林彪就另起中央了 他即使不想爱毛,毛的儿子 把他的儿子去招募了格斯队,就是武器工程纪要 就是林豆豆搞的啊,林立国搞的 谁知道真的假,这个到现在也没,其实也没证实啊 因为什么你这个信息都是封闭的啊,到现在位置都死了 你就把命运带走了啊,中共是个黑帮,黑帮有很多事都是讲的 不清楚了,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暗杀计划 由此看来,胭脂李玉潮或他的同党对习没动类似心思 他意思说,习近平这些敌习们也会背叛他 总之在政权政敌四面环视下,习会觉得自己不安全 也许出了计少数亲信,他连挑选的人都不会信任 他肯定是不信任,你想他最后又把菜脑换上来 那等于他想来想去,还是在福建的时候的铁根儿可靠 因为菜鸟再怎么会,他也不至于跌付他 菜鸟因为在福建他俩就一块儿玩吧 你看那个讲过那小朋友的视频,他了解情况,讲得很清楚啊 说他们一块儿经常喝,喝的狂吃海喝这个房间的 在楼顶上甚至在楼上还往上撒掉 随着真的假的,我估计恐怕没到那个程度 但是肯定是经常一块儿玩吧 你看地方官员我都知道 他当年他没想到能上来 肯定就和广东省委书记 黄昆明,猜鸟,英勇,他这些人玩吧 这玩的可能是当年也是个不生平吧 都可以想象,一定不是空穴来风啊 你那辽宁省那些官员,你想,后来当官的在基层上来 你说我哪个不认识 当年一吃完喝完酒就是卡罗克 卡罗克玩的就是洗桑拿 桑拿完就是找小姐,都是这一套 一套下了,前半场下半场 你说哪个不是外海吧 那个当时的社会就是那样,是吧 这没什么奇怪的 所以他只相信这个菜鸟 哎,丁学乡便当干了,蔡其辉了 李战书也走了,是吧 他话来话去觉得还是鸟可靠 鸟子还是一个只子,是吧 所以说习近平现在是很危险的自己 习惠觉得不安全 他说这是历史上所有独裁者普遍遭遇的困局 而现在的政治而言 他的继权程度又罕见 从过往案例看 对独裁者威胁最大的不是他反对派 而是高度的下 依仗着他 拥有专政的手段 能力强力我们 尤其是军队的将领 这军队独特的环境对西的忠诚 当一个高级将领起了暗杀之前 他是有实时工具和能力的 他最怕是张有霞 你看他那个擦李尚富的腐败 到擦李尚富就不敢往前擦了 在李尚富之前装备部长是张有霞 再擦是张有霞,他不敢动 因为张有霞的支持他 即使这样张有霞估计也有一些的 因为你查别人的张有霞 也确实的张有霞 张有霞肯定要跑到张有霞去搞壮了 知道张,你看他又来查我 这咋办 我给你说说 哎呀,这怎么说 你看他每天都这个事 所以习近平现在得罪人太多了 确实是 这是独裁者要死死掌控军队 甚至建立四家军的原因 听说他现在好像 像网上讲的 好像他现在保卫他的任务 就交给他弟弟徐远平 别人他都不想写 像王少鲁不都死了吧 所以习二十大在党的政治局和关键部位 把这部门和岗位 全部启动自己的人马 达到权力的巅峰了 表面上看,任何人奈何不得 想对他搞小动作难上难 但正如上述所述 大权在国不表明有安全感 对权力的掌控 已经做到万无一事 很难做到万无一事 你比如说二十大 他怎么能想到 还出现一个鹏仔州 那鹏仔州 谁知道以前是干嘛的 胡温时代叫鹏立法 对不对 然而呢 他说习的集权 由于有现代科技的 特别大数据的帮助 在统治工具上 比毛时代更精密先进 然而习没有毛的大胆和才能和胆识 官员们服从他 也不是尊敬他 而是怕他 这和毛东时代不一样 毛东时代那时候 手下的人是真正的忠诚 有毛西 所以他说这跟呢 官员对毛的权威的真诚认同子 完全不同 这一点分析是对 而今天当局 对习的造神不遗余力 可效果差强人意 甚至许多高层领导干们 都对他赤字一笔 把他当成笑话 虽然表面上恭恭敬敬 私下里都不服 可以说官员比起民众 高级官员比起中下级官员 对习的认识更真实 因为他们有机会见到习 知道更过的消息 更瞧不起的 更不会崇拜他 因为他们能透过营绕在习头上的光环 知道他的几斤几两 看清他的底细 对他是为耳不敬 习近平所以也知道这一点 习近平就特别小心 他说习的亲信更进一步 因为他们近距离接触习 当局刻意塑造那些距离的神秘感 对他们不起作用 他们只是出于前途利益的考虑 自觉和习困绑在一起 他为什么现在一有事 他们的手下人这么宠诚 都是假装的 因为习近平下去了 比如说李克强上了 他们都在抓他们这会儿 他们都贪 所以他们只好把习 表面给他捧得很伟大 其实都是造假 但他们也做好了 随时准备跳船的心理证明 如果有一天出事 他们自己也是各管各 说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习 会留一个信眼 原因在于 他们太了解这个政权的真实状态了 名为世界老二 实际的千仓百孔危机四伏 哪一个漏洞出现涌泉 都可能导致决堤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 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士 不会为了一个所谓的理想 信仰而对习死众 你看那个薄熙来在重庆干的年代 他的秘书 吴文康布就把家人 早就能整到美国来了 我估计像王晓鸿啊 陈文青啊 就是西身边什么栗战书啊 什么陈明尔这些 我估计早就把英勇 早就把孩子老 他全都在全世界各地啊 隐形没名是吧 你看现在你经常碰到那种 非常的神秘的人 在某一个场合的大行 哎呀 你一个女的今天怎么会是大行 你这些研究间就有了 就是其实就是和这个权力层有 有勾兑的 对不对 高官的老婆 或者哪个高官的情妇 二奶三奶四奶 他玩的也多呀 玩多也腻了 那个怕在身边闹事 打发的圆圆的 走的时候啪给一笔钱 他给的钱心想 这东西不管怎么样是自己的钱 是吧 给他慢慢他们签个人情 一旦将来 假如有一天真能跑出来 不得有钱花吗 就没跑出来 他私生子 那是他也是 这个这个 越炮越来的革命的硕果 是吧 也繁荣他这一代吧 也是千秋万代 不管怎么是自己的儿子 他有他的想法 所以这个中共我这个国家 这是挺奇特的啊 反正这个政权 基本上我看 做到最后了 没有什么希望了 有人说他能维持很久 我看不像 你看现在这个天象 就可以看出了 他护文时代 那不是一个概念 他已经做到最后了 完了 他将来搞不好 还是倒在军头手下 不定拿军头 可能就把他抓了 或者他自己听到 风声跑了 是吧 他跑顺羞也是一样 到处找记者 给我报道报道 我有冤屈 你很难讲了 中共这个政权 给我感觉 等最后的时刻 可能有一些人 都跑跳船了 跳船就可能 就出来翻水了 这个我们等等看 王立军当年 差点跑出来 对不对啊 王立军要跑 这就热闹了 他知道很多事啊 那是非常可惜 说习当然也知道 他的高级干部队伍 对他不放心 一旦外界有风吹草动 他就会观察 清新的反应如何 有没有背叛他的迹象 你像王守军 这些人怎么死呢 那不都是他感觉到 这事不好 赶快 是吧 不排除火箭军一锅断 整肃不止由于腐败原因 而是终成出了松懈 我觉得他这个出事 主要就是威风河这条仙子 因为威风河 我早就讲了 三年前我就讲了 他是李克强的仙子 国防部长嘛 他长期盯到火箭军 所以习近平不放心 搞不好是不是 像什么火箭军泄密啊 什么这些烂七八糟的 传闻都和习近平有关系 有那么点事 他估计炒作 这样找我理由 会给他们全部顶干下去 对吧 最后这篇文章讲 客观评述 尽管出现了秦岗特别火箭军事件 他说习近平的权力依然强大和牢固 他认为现在习近平权力冷然是强大 但是呢 二十大刚过半 就几乎同时出现这两件事 说明他亲手筑起的权力大厦开始松动了 大厦开始摇晃了 是吧 对独裁者来讲 倒塌 起于亲信心里出现背叛 这个清平之末 中国社会和党内对吸的不满 累积到一定程度 他的亲信感知到这一点 他是这样认为的 他说 因此啊 今年的北戴河休假 他注定会比往年更不平静啊 虽然没有刀光剑影 但统治体内部各块鬼他一定会加剧 因为他这个有人讲说是 今年元老没到北戴河啊 我认为不可能 他这个每年这个休假呀 习近平就不让去 他们也要去 因为他们都到了晚年都喜欢身体健康 大部分都喜欢游泳 那个北戴河能游泳了去玩 因为以前他的设施好啊 安全设施啊 环保设施 还有卫生设施好 他们就为了延年益寿嘛 每年都去 去了以后 你不能不可能让他们走动 他们在心里闷 就和咱们一样 找朋友聊聊天 一聊主题就是政治 一聊就得骂他 他担心症是吧 然后他就会王小红特进去 可能就是警卫跟着嘛 你跟也没有用 你跟呢 你只能对这个李克强 温家宝他们有点 制约作用 威胁作用 那些什么七老八十的人都这样 都快死了 九十六岁 他可不管 那整天就开骂 光个榜就给你开骂 说一骂 骂成一团 就使用一种力量 就要推动 肯定想 搞不好都 搞不好都可能都自己开骂 我跟你讲 你想你想有一些元老是吧 年纪比较大 像宋平 你怎么还能抓呀 他给你蹦高跳 拐棍给你小门银银 给你挫的今天 这够你受的 电话不停地打 是吧 他们为了救党 因为这个旧党他们就必然要反习 因为习近平给这个党 基本上整个黑包了 现在已经不是党了 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的实际上 你看现在全是黑社会 全是恐吓威胁 全是一个底子搞这套东西 一点用手没有 越整恶性循环 所以搞到今天就成功了 那么这篇文章讲了 说是这个统治集团各个鬼胎啊 如何在大变局的年代为自己保一个平安 这篇文章基本就这么内容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高人 上一场没讲完 安德烈 安德烈我见过一次啊 我去法国才访问 现在这些法国年轻也在厉害啊 都是留学生啊 英语法语卡卡的 这个中文也好是吧 文章写得很漂亮 维基四复百代河 这是法国那篇文章啊 他的第一个开头 我给大家介绍了不重复了啊 我下面给大家介绍的下一部分 说这是许多人观察人士的卡法 西式政权十年选择性反腐啊 三年残酷清零 终究大致废除中共党规 开启第三任总书记啊 并向无限任性啊 任气脉部的目标 然而呢 国内国外阴霾笼罩危机四复 你看人家年轻一代文章写的比较清新啊 这个文章讲 掌握所有权力的习近平 并不能高人无有啊 这从他的提拔不久的清新 一个接着一个莫名消失可愧一般 就他讲的秦冈 火箭军的事也是一样的啊 他说这个秦冈 担任外长半年就免职了下落不明 火箭军司令的月朝任职一年半 与政委一道被取代 对副司令和乌国华自杀很蹊跷 原中央警卫局局长王少爵死后三个月 才对外公布简讯 真相是什么 他说在中共高度控制内部信息的背景下 这些不明不明的事件 都有着五种恐怖的印痕呢 仅仅几个月前 几周前 他们还是习近平的亲信 现在的下场 失从 甚至死亡 都滋生着难以言传的恐怖气氛 肯定了 你想这人一死以后 这个兔死忽畏也唇莽齿寒 你和他们同样的环绕习平的人 跟这个腿肚都转断了 天天早上上班时间跟太太握手的时候 摟抱太太就说 太太啊今天不一定能回来啊 现在上班啊晚上如果六点就不回来 就完了是吧 你一定是这样 不是开玩笑啊 各位战战兢兢的 吓死了 说心里话 高处不胜寒 半军如半虎 你说干点啥不好 恰得他们这伙人千岁多有啥用 你自己像王少爵死了 你留了一吨钱 有意义吗 一旦并没有啊 你看 现在那个考古发现 经常在那个某一个大房里 挖出墙壁里的窟窿眼 藏那么多钱 那都是那些 还这个熟菜笼是吧 不舍得画 不舍得吃 哥们儿愣进去一个攒着 攒着攒着攒着 死了 给后代留着 你这不啥吗 你有马上就像我老姜一样 整个酒下喝上是吧 喝一杯试一杯 管他明天是试飞是吧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后面怎么讲 他仅仅几个月前 他说几周前呢 他们是吸的心情 他们的下场 他们的失从 甚至他们的死亡 都在滋生着 难以言传的恐怖情绪 而且都发生在一个短暂的时段 西平开辟 第三任总书一任期的偷年 因为他这个总书记上来以后 就是发动一下居次政变呢 老百姓不知道 但是你看会啥 给胡锦涛扭送出今天现场 就知道了 关于很快就扩散开了 开了以后大家都害怕 怎么不害怕 因为他没有规矩了啊 没有什么衬头了 就是说你这个 一旦有错命人能揪骗了 完全就凭这个人架势这辆破船 就往那个像探探尼克号 就往那个火山 往那个冰山上 呱就撞去了啊 在对外关系上放弃韬光阴魂 让威上的战狼 把党国的真实面孔 袒露在世人面前 其中破坏最大的就是中美关系 美国认定北京 将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危险 拜登政府在推行一系列 限制向美国出口高科技 包括高端芯片 及制造设备的措施之后 8月9号又签署最新对华投资禁令 这个投资一没有他就完了 就断血了啊 限制美国企业 投资中国的敏感科技 包括半导体 量子 运算 人工智能 白宫虽然宣布 不打算和中国脱钩啊 华尔街日报说呢 美国对华投资的一些令 将进一步推动美中脱钩 他这个不脱钩啊 我认为就是个权益之计 先是哄一哄他 他有两个人自己担心 担心细贫 像现在倒向俄罗斯 他乌克兰战争就艰难了 现在你想给乌克兰这个枪毛子弹 就太多了 美国捉襟见肘啊 这是一个再一个是 中国现在还是黄石人 美国是杨白劳啊 是吧 一万多亿的国债啊 你就想想 还有好多事没拔出这只脚 所以美国现在其实也是骗他 再哄他说 不脱钩不脱钩 实际上一点再赶快就 把这些东西切割 然后就好脱钩了啊 一定是这样啊 他说其实北京目前面临最严重紧迫的难题 应是中国目前经济状态 他中国不仅是外交出了事儿的 经济崩盘了 在美中美贸易最激烈的时期 习近平曾设想过经济内循环 以及同时是毛泽东自理用事的方针 他错就错在这里 他说毛泽东的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 看现在眼下的行为 现在内循环就死循环了 因为像你改革开放 这四十多年靠什么 就是靠外商嘛 对不对 外资外商 聊天在外 是不是啊 完了呢 来掉架工 这个完了就开始就是 这个刚开始劳动力 是不是啊 一点点发展起来 你现在外商只要一给你血脉掐了 就完了 这是很大的问题 三年清零以后 中国经济呈现出空前衰败的局面 让这一脱离世界 自个内循环的空想落空了 从今年上半年 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分析 支撑中国经济的其他支出 都出现问题了 房地产面临崩盘了 出口吧萎缩了 经济增长不再来陷入通缩 还有这个在经济领域 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不好的消息啊 很多从国内回来的朋友告诉我 他说 现在你到那商场的商铺 几乎都在关门 没有生意啊 工厂也是非常萧条 确实是不像以前的 人家物价飞涨 这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讲的 很多人讲啊 至少是十个人以上都讲到这样 在经济上才撑不住了 完了 经济上能撑住 老百姓还是比较听话的 中国老百姓 都有一种农性啊 一般不会反抗 但是但是吃不上饭就完了 说金融时报11号报道 北战会议有一个继续解决的问题 如何抢救中国的经济 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个是和美国的关系 另外就是经济 当然经济们元老们 现在不像又担忧美国的关系啊 也没关系 因为打起来战争 经济官员他心想 你们经济再黄再不好 我老干们又吃又喝 他们都是自私的 这个倒不能送平不能生气 李律环也不能争气 他们最生气最怕的 就是都没打起仗了 打仗他们逃不掉了 是吧 那枪爆子弹不张眼睛啊 这篇文章讲 报道引述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 史宗汉的观念 这是因为官员们担心 会激怒最高领导层 他认为 没有人可以建议减少军事 国防维稳内部安全 以及对人民大众大规模 电子监控的开支 就他越是他困难 越是陷入麻烦 他越加强控制 越控制 把老百姓越愤怒 这个恶性循环完蛋了 中国经济陷入空境 前景不明 西兵和解 邓宇文说呢 西兵很难找到解 这一段引用邓宇文的 我刚才讲了 不重复了 他说最大的疑问是 西兵对中国经济 目前的困境 到底有多程度的感知 他周边禁死歌功送的大臣 他们在多大程度上 能给非常自负的西兵讲实话 我觉得他可能唯一听点实话 就是他女儿和他老婆 他弟可能看那些会翻墙 看法告诉他 别人都告诉他 他可能不听了 别人也不敢告诉他 别人告诉他 不整个找 闪耳光吗 是吧 估计他那个脾气和薄熙来一样 脾气的给王立军好的闪 给那个耳朵打聋了 那一圈 薄熙来反正个人也高 实处全身劲 挨个大嘴巴 现在打他耳朵 就当王立军耳朵 王立军耳朵 说得起来 习近平这个人呢 就是这个脾气 我估计更暴躁 随着权力的上市人 都是这样 变得疯狂 越来越焦虑 他说从官媒传播的消息看 尽管经济疲弱 官媒还在吹捧习近 亲自指挥的英明 在国际关系上 习近平对自己 对自己把中国拖入险境 到底多大程度的感知 从他自认东升西降 从而做出一系列误判来看 习获得的信息 可能他的进程 就逆程 就讨好这些人 他都是假的 所以造成他的决策失误 但从习撤换火箭军 一批高级将领来看 习似乎对自己促进 顾家寡人地位有相当的感知 他应该感觉到 不对不拥护的 因为你看 就气球这事件 官民不会报道 习近平不知道 他不知道在兜兜脸 对不对 后来就是拜登透露的 就是他要打电话的时候 习近平跟他讲 老拜啊 你别以为我这气球事 我真不知道 可什么 叫军头给骗了 我好一点蹦高跳 一定讲过这个话 要拜登能透露吗 所以这个 你通过这事 你可以看出他对军队的掌控 我认为就控制力是很差的 不然的话 不可能军报每天都讲什么 军委组织复制制 什么听党指挥 那就证明人家军头不听他 听自己指挥 个性歧视 管系都说 傻了巴基 不用理的 可能忠少就来 就跟忠少就赶跑了 你懂啥 你瞎瞎讲什么 他不敢训西名的敢训你 忠少就是忠少就去的铺 跑回去了 大哥给我好点骂 谁骂你了 张又霞忙我 是吗 等我跟老张讲讲 但他也不敢跟老张讲 那么老张张又霞 那厉害呀 张又霞我估计 他最怕张又霞了 张又霞有些会议还不参加 你证明张又霞 也不大回事 我不接 李尚富更不用讲了 李尚富肯定讲 你有本事 你把我 叫他把我的解除力 撤了 制裁撤了 不撤了 我这个钱上面都是 那么多的钱 不光是我的 是咱这哥们几个的 就几个兄弟那边 心里一看 我的天都择这些钱 都是四种 都是总专业部利润的领导 是吧 这个钱多了 多了 那个钱多了 我估计他那笔钱是大钱的 美国狡猾 美国没公布 美国要公布 中美就要开战了 那个钱绝对不会说一千块钱 扣扣了吧 是不是 再另一个账号不就完了 可能是就那么点钱 可能是几个人 比如说以前的军头 咱们买枪炮子弹 回购 他放个小金库 都以我的名义 我二的名义 是我女儿的名义 存在美国的账号 因为美国 你说美国中情局多厉害 他谁都不制裁 他制裁你李尚富 啥意思 那就是证明人质的钱 一个是素额大 在这个钱是实在是诡异 对不对 啪给你扣了 始终就不给你放 不给你截肚 害怕 你才心疼 就这两钱 是吧 所以这个挺有意思中美 你说这些军头也傻 你要和美国量全都 你钱算人的干嘛 是不是 是不可思议 是吧 如果说你这个钱 三万两万十八八万的 和那么一两套破房 在美国无所谓 扣扣 你这是这个钱 可是天文素质 我估计这个事 他可能和西平较较劲 西平说 那我有啥办法 我也制裁他了 也反制了 这个他也不解除 你说我怎么办 你的解除 要不你说你亲自自会 亲自领导 又是什么 据委主席负责事 又是听党指挥 咋听你啥指挥 是不是 咋钱听谁指挥 是吧 他们私下讲话 就肯定不会像这个 这个这个 对外这么灌冰堂皇 可能老西说 哎呀老婆 上呼上呼别别生气 咱哥们对你 还是挺够朋友的 你看给你扣了以后 我还给你提吧 当官方部长呢 所以谁给气球 这是发射球 也无 这是火箭军 李玉超他们 你给我整一整 他整不了李上复 整不了 张有向 整李玉斌 是吧 我估计是这样的事 至于说外界传的 什么这个泄密 那个泄密 人家美国在空中 那个卫星转一圈 人家啥事不知道 是不是啊 也还用去找这个 什么内线啊 我看这些事 都是隐藏物招 都是什么外宣部门 故意散布的小道表情 我认为是吧 然后同一些自媒体 到处传 是吧 人动不动 哎我要请你吃个饭 故意你挺高兴来了 是吧 给你要一盘龙虾一吃 给你讲那些 你觉得好像是独家的料 实际都是假的 人自故意 让你去散布 完了搅混水 说不定 所以这个 这个确实要小心 是吧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最后怎么讲的 安德烈 他在这样讲 说单从习撤坏火箭军一批高警量 高级将领来看 习似乎对自己孤家寡人的地位知道 他不断的讲保江山 讲政权安全 要求全党对他忠诚 要求全党捍卫 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 但是那个军头们不敢说些想老习啊 你叫我们怎么跟你忠诚 你就你这个傻拉巴基 把军队整个这个样子 忠诚咱们也没法忠诚 好好表现 咱把美国美国一句话下个令 美国就给咱这个钱给咱松绑了 咱保证就是复仇你 哈哈 习近平也没招啊 是这篇文章讲的有分析认为 这说明习近平的不安全感是深重的 青岗消失 火箭军一锅段到底是亲信不可靠 还是习近平登上权力绝顶顾家寡人 疑心越来越重 所以他不断的讲保江山 将政权安全防患于未然 只有他的安全才是国家的最高安全 为平复这一步 安全感 他就不断的整肃 不断的反复啊 就陷入恶心环了 而最近国安部动员全国人民动手抓间谍 举报间谍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 这篇文章最后讲 当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感觉不安全的时候 整个国家就风声克力 人人自卫啊 这确实现在是这样啊 等到下一场接了个大奖 我这成了张飞小说了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我准备把衣服换一下 换个古代 就是那个 穿上去 是吧 然后再整个大变呢 上了第一讲 第二讲 第一回 讲到最后 完了 要知下回如何 窃听 要知结局如何 窃听下回分手啊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咱们咱们偷听那个 就是一些电台啊 很少能看听到美国之一 有的时候听到莫斯科馆电台 一般就听着拼言枪声 拼言枪声不觉得 等到最后就下回分手了 咱们那是小孩 也没有别的东西可听 哎呀 迷都不行 饭都不吃 就等着时间 就听下回分手啊 我千万别给你迷得了 常常就麻烦了 我跟你讲 我只是瞎扯 我也瞎议论 没有任何的消息来源 就凭着这个人生的经验 跟你们唠家常啊 仅供你们参考啊 谢谢再见